大家好,我是Precadation 今天我来盘点一下2021年我最遗憾的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今年我错过了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晋升的机会 原因有很多,有主观的,有客观的 自己准备的不是很充分 非常的可惜,因为这个机会错过了可能要等好几年了 错失这个机会对我的打击真的不小 但是人生就是这样,谁能够永远一帆风顺呢 只能够继续努力,尽人是挺甜蜜的 第二件非常难过的事情,就是我的博士生导师去了天堂 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我的导师是1959年生人 他是博导,应该65岁退休 本来马上就要到退休的年纪了 没想到查出来重病 这件事情对我的打击更大 因为我的导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外科医生 是中国顶尖的肿瘤外科专家 无论是医术,学术,还是人品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我的导师就跟我的父亲一样 我的导师搞了一辈子肠癌 最后却因为肠癌去世了 听起来真的是有点讽刺 感觉是老天爷跟我开了一个非常大的玩笑 我的导师就职于国家癌症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也就是协和医学院的附属肿瘤医院 他是劫持肠外科的病区主任 主要的研究方向就是肠癌 我导师的手术做得非常非常棒 我看过很多手术演示 见识过很多业内的所谓的大脑做手术 但是说实话 手术技巧能够达到我导师水平的 我没见过几个人 我导师做手术就像搞艺术一样 非常的赏心渊慕 整个手术的过程 行云流水非常的流畅 他的操作从不拖泥带水 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 所以他做的手术又好又快 病人的生存率也高 肿瘤医院是非常缺医生的 我导师带着我还有一个进修大夫 就可以做一台解直肠癌的手术 有时候甚至没有进修医生 就我和我的导师 再加上台上的手术护士 我们三个人就完成了一台肠癌的手术 一台肠癌的手术 一个多小时就做完了 很多大夫做一台肠癌的手术 要三四个小时 甚至五六个小时 一台干一天 我的导师经常一天做三台四台肠癌的手术 而且的话还可以准点下班 一般来讲五点钟之前都做完了 他每年要主导完成三四百台的肠癌手术 这个手术量是非常大的 很多的医院 整个普外科加起来也做不了三四百台肠癌的手术 也就是说 我导师一个人一年的手术量 可以低过一个医院的手术量 由于我的导师 手术做得好 他的病人络绎不绝 非常多的人来找他做手术 包括了很多名人 例如奇胜 念卫瓶 念卫瓶当时诊断的是 直肠癌局部晚期 肿瘤非常的大 而且的话呢 可能侵犯了膀胀 这个手术啊 非常有难度 甚至有很多医生劝念卫瓶 不要做手术了 保守治疗好了 但是的话 保守治疗 放疗和化疗 一般来讲是没有办法根治肿瘤的 如果选择保守治疗 那么念卫瓶就失去了治愈的机会 念卫瓶很看得开 也很有胆识 他想要搏一搏 想要做手术 但是没几个医生敢给他做 我的导师立牌忠语 亲自给念卫瓶主导做手术 当然手术非常的成功 念卫瓶的肿瓶也被治愈了 术后已经过了好多年了 一直定期复查 也没有发现复发和转移 还有很多像念卫瓶这样的患者 在我导师的治疗之下 获得了传育 这不仅仅是拯救了一条生命 而是拯救了一整个大的家庭 我的导师不仅医术高明 而且医德非常的好 对待工作非常的认真 他每天上班来的都比我早 离开医院的时间比我晚 而且的话 他每个周末都自己亲自来查房 说实话 这是我见过的第一个主人仪式 博士生导师 每周末自己亲自来查房的 而且我的导师 生活饮食习惯都非常的健康 不抽烟 不酗酒 每次就会的时候 也只尝一点酒 从来不会把自己灌醉 而且经常的运动 经常跑步 健身 做活蹭 引体向上 身材保持得非常好 身体素质 比我们年轻人都好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 他才大意了 虽然医院 每年都有组织员工 去做常规的体检 但是常规的体检里面 没有包含胃肠镜的检查 尽管我的导师 他自己是搞消化到肿瘤的 那么他也没有去做一个 体检的肠镜和胃镜 那么他的肿瘤是怎么发现的呢 他当时发现的时候 是因为吐血 那么在他吐血之前的 前几个月呢 也有一些症状 当时正好是医院 派他去深圳支援 因为肿瘤院在深圳 有一个分院 他当时在深圳的时候 就出现了一些不舒服 比如说肚子疼 肚子胀 胃口不好 吃不下东西等等 当时我的导师没有在意 他以为是去了深圳 水土不服 因为那个时候是大夏天 深圳很热 跟北京的天气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的话也没有去做一个体检 那么等他完成支援任务 回到北京以后出现了大吐血 这时候做了一个胃镜 发现是十二指肠的肿瘤 十二指肠属于小肠的一部分 我们的下方道 口腔 食管 胃 再往下面就是十二指肠 然后是空肠 回肠和大肠 同时的话 做CT发现 肝上已经出现了广泛的转移 那就是一发现的时候 已经是肿瘤的晚期 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办法做手术了 那么只能通过化疗 靶相治疗这些辅助治疗的手段 来延长他的说明 以肿瘤抗症了一年多的时间 还是被无形的病魔带走了 说实话 真的非常非常的可惜 我的导师 搞了一辈子的肠道肿瘤 最后却因为这个 去世了 说实话 作为一个普通人 甚至是医生 你有一时候都会难以理解 一个生活饮食习惯 都非常健康的人 也没有癌症家族时 为什么会突然间就得了肿瘤呢 说实话 肿瘤的病还没有完全搞清楚 跟遗传因素有关系 跟环境因素 跟心情等等都有关系 也许你从不抽烟 从不喝酒 但是你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 有别人抽烟 你可能会吸二手烟 大气当中 有空气污染 有PM2.5 你吃的食物里面可能会有 农药超标 有重金属超标 或者有氟烂变质等等 也许你长期处于一种高度紧张 抑郁焦虑的心情 这些因素都可能会导致你的免疫力低下 让癌细胞有机可乘 所以各位朋友 千万不要大意 不要以为自己身体很健康 不抽烟 不喝酒 就不会得肿瘤 一样也可能会得肿瘤 只不过它发生的概率 会比那些抽烟喝酒的人低一些 即使只有1%的概率 但是如果被你碰到了 那就是100%的概率 而且我的导师得的是 十二指肠的肿瘤 按照统计学的概率来讲 十二指肠肿瘤发生的概率 是非常非常低的 远远低于大肠癌的发病率 但是十二指肠肿瘤早期的症状 非常的不明显 而且恶性程度非常高 非常容易出现远处的转移 治疗效果也非常不好 自从知道我的导师得的是十二指肠肿瘤 其实我的心里已经有数了 我时常在想 老天爷真的是有眼无珠 像我导师这么优秀的人 拯救了这么多的生命 为什么会得一个这么罕见的肿瘤 而且一发现就是晚期 其实不仅是我的导师 我也见过很多其他的医生 被诊到为肿瘤晚期 疾病他不会挑人 不管你是医生 护士还是其他的职业 所以希望各位朋友 无论你是做什么职业的 都不要掉以轻心 除了保持良好的生活饮食习惯 还是要定期的体检 到了40岁左右 就应该去医院找医生评估 做一个胃镜和肠镜的体检 如果能够发现一些早期的细肉 不点心增生等等 把这些癌痫病病切掉 就不会变成癌了 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重要的支持 转发给身边的朋友 关注我 关注派遇增生 每天进步 一点点